王炳富 男53岁黑龙江人 尊敬的15位企业家 在座的观察团老师 在座的观众同志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王炳富 来自黑龙江 今天非常荣幸 登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销售 或者各位企业家 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演过话剧 张国强是你同学 就是演视频图机里面的 那个团长是吧 对 你这上面可以说 你拿过舞一工程和文化奖 对 我在里演一个 比较主要的角色 当时我跟张国强 是演AB组 那这个奖项 你为什么不拿出来说呢 没有这个奖项是我们集体拿的 你看这个老同事啊 就分得很清楚 那不是我一个人的贡献 那是集体奖 这就是职业素养 在这样的一个岁月的洗礼中 他仍然保持那种正义感 包括他内心那种平静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说我想接下来再走近 看一看他真实的一个能力和表现 剧团的经济效益不好是吧 对 可能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 01年的时候就不做了 那干什么去了 做销售了 你销售成绩怎么样 还好还好 在公司排名怎么样 我没有拿过销售的冠军 但是我连续五年拿过销售回款的状元 这回款好像能够证明什么 说明过他手的所有的项目 是有保障的 光卖出你钱回不来 那不就 说明客户很信任他 能力强 然后靠谱 我在这一个公司开了五年车 做了十年的销售 然后 这么长时间 对 现在就是后一辈子都上来了 他们的业务水平 然后各个方面都没有 其实我这个人活得很简单 我就觉得就是说 我不希望这个一个企业当中 就是耳鱼我诈 勾心斗角 其实我来不了 他跟企业这种理智的原因 我觉得他的考虑也是不慎重的 如果是在这个企业里面 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话 那我想他以后 在同样的一个新的企业里面 同样找不到他自己的位置 这个最近啊 经常有五十多岁的大哥来求识 我想问一下人力资源专家 五十岁在职场的这个年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 如果在这个年龄段 没有高上去 没有做到管理层 那其实跟年轻人很难融入 到这个年龄段 找工作 其实说实话 本身都是比较尴尬 比较难的 其实我觉得五十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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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better back off or get lost I'ma stay loud, stay proud Never running out, never heading south I'll be spreading out, call it word of mouth Can't put me down, I'll be getting loud You can never douse, know what I'm about Have your f***ing clout, it be raining now I keep making sound, go another round Time legend bound, can't stop me now You don't wanna f*** with me I slow burn like a diseas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and I'll show you things That you couldn't believe Just tell me that I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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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非要扬长避短的话 那就像叶子龙所说 那就拿你五十年的东西来 并且不要以此为傲 要与世俱进 第二就是通过谈这个问题 告诉那些即将到五十 或者是现在还没到五十的人 去想想 我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刻 我该抓紧做哪些事情 该做哪些累积 其实五十岁这个年龄呢 也是他这个阶段最好的年号 我觉得他应该 把自己重新做好定位 做一份能适合他的工作 一直到退休 您今天还是面试销售 对 大家可能说 我这个年龄 然后做销售 可能说再做几年就是退休了 我不是占企业的便宜 但是我就觉得最低我还能开个车吧 这大哥是个实在人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五六千就行吧 那你是要求在北京 还是在你老家呢 因为我觉得首险还是广东省内吧 北方来不来 也可以考虑吧 就看工资多少 是 朱老师 你看你这种人 你看你这种人就要我来说 你看 死要面子活受罪 好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贺利 还有三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带来的是什么 唱个说唱脸谱的几句 来吧 蓝脸的道尔顿 道鱼马 红脸的观光战场沙 黄脸的点位 白脸的曹操 黑脸的张飞 叫扎扎 谢谢 你舞台的风范依旧存在 谢谢 特别令人神亡 谢谢曹总 这就是有真本事的人 平时不懒得跟你争 对吧 要是真的有那股子锐气 要争起来的话 也不是今天这样 其实我说的放弃 我小的可以放弃 其实我大的从来没有放弃 其实你在做销售的时候 要懂得抓大放小 就是不懂放弃的人 将无法获得 坚持应该坚持的放弃 应该放弃的 但是多难呢 它好难 放弃是最难的 尤其是已经拥有了的 再放弃更难 其实我觉得放弃很简单 小的放给他们 他们又不太懂 然后去管理嘛 大的我来弄一样的嘛 来我们来考考大哥的情商 大哥的情商应该很高 来 职场情商课堂 你是如何看待职场上的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这句话 这问题很适合你 就是一句牢骚话嘛 其实这句话有两个语境 当我这位领导对你说的时候 这是嘉许 当你这位员工对我说的时候 这是老手 听起来这句话好难听啊 我大概是平等的 平等就是说 每一个人做好分内的工作 我做好这个工作 我拿这个钱 企业家要承担风险 所以他要拿那个钱 大家每个人 把分内的工作做完 然后他拿他的工资 如果他有超出的部分 这叫功劳 然后有分红 有奖金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清晰的逻辑 凡是说这种话的人 一般就是没有上面那一块 然后他又想要 多出来这部分 我觉得是不公道的 咱们回到大哥身上 我觉得大哥的回答 很有戏剧范儿 因为他把这句话 没有说干净 他说这只是一句牢骚话 我觉得您这句话 回答的反而很好 因为一般人 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后面肯定是有东西的 他可没有这么多阴谋 那是因为您没有舞台范儿 这用舞台范人来说 就叫什么呢 就叫留白 其实这句话 在很多公司 经常会被提到 特别是在什么情形下呢 就是确实这个工作 没有达成自己岗位的 这个工作要求和标准的时候 会跟自己的老板说 说你看 我没有功劳 我还有苦劳 其实这里边在混淆一个概念 就是过程和结果 很显然 功劳是结果性指标 苦劳是过程性指标 过程做得再精彩 如果最后没有结果的话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企业家 这样的员工 你欢迎吗 我觉得不欢迎 所以在现在这个社会 我个人还是认为 我们应该更加结果倒向 看重的更多是功劳 这个我不认同 人力专家的话 我觉得你太偏狭了 有的时候好业绩 跟他的努力不一定有关 有可能是天命好 或者是其他部门的 有些工作做得好 导致他这个结局好 但是有一些的部门呢 可能做一些 不管是新项目的开拓也好 等等也好 他付出了很多努力 不一定在短期内甚至半年一年有结果 那我觉得他只要再努力付出 我觉得没有功劳就是有苦劳 而且有价值 老师分析得很好 他就是说过程和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其实这个在哲学上都没有一个结论 说到底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 但是我们公司就会说是为过程鼓掌 为结果买单 过程和这个结果在我看来都重要 所以呢也给各位企业加一个建议 就是像你的业务 如果不是这种颠覆性很强的 一般的公司在做岗位的绩效目标设定的时候 它是有过程指标 同时也会有结果指标 但是只不过是根据你企业不同的性质 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要有所侧重和割舍 好 这个问题就到这里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磊 谢谢 还有两盏灯 弹前不上感情 来吧 来 请体现出来 这个价格你还满意吗 满意 满意 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们公司培训的过程 都好 是我们富华项目叫都好智能 是专门给这个中小商店 做人工智能的这个 人眼识别的设备的赋能的 然后这个网块的话 我们所有的心情的销售 都会进行一个港前培训 但这个时间比较短 大概一周左右 会对公司的这个情况 产品 进行相应的一些介绍和熟悉 这边要问吗 有问题吗 这边没问题 来 十秒做出最后选择 黑洞投资 随风奔跑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谢谢再见 你的工作岗位是在哪里 我们公司来的广州 他是在广州 要在广州还可以看一下 私下聊一聊吧 好 好不好 好 好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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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表现还可以 其实我该展示的都展示了 有企业家给我留灯 我感觉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来 谢谢大家 拍摄 谢谢大家